大家好 我是Samuel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支点新闻 布克兰空军司令表示 俄军星期三对基辅和另外两个地区 发动新一轮的导弹攻击 防空系统已经成功拦置了36枚俄罗斯的巡航导弹 空军期后又在声明中说 俄军可能曾经使用超音速导弹 现在正在分析有关信息 布克兰空军之前也说 挫败了俄军一次导弹集击 说是一个中部城市的上空 击落了俄军两枚口径巡航导弹 相信这两枚导弹是由黑海的潜艇发射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在夜间讲话中 感谢空军击落着大部分来袭的导弹 保护了乌克兰的领空 他又说乌军已经在前线取得了非常好的战果 他承诺好快会公布成功的细节 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 当地时间星期三召开了有关不明飞行物体UFO的听证会 被传媒形容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因为是以最严肃的方式承认被目击的神秘事件 值得政府进行最高层级的调查 有三名屯母军人在听证会上作供 警告相关的目击事件属于国家的安全问题 但是美国政府对此过于保密 希望议员呼吁政府在UFO的现象方面 增加相关研究的透明度 有议员形容 今次并非安排外星人或者是飞碟参与听证会 只是希望寻求真相 美国政府将有关事件定为不明异常现象 简称为UAP 并说在近年发表过报告 说其中一些不明物体未能解释 另一些就被归类为气球 无人机、掌虑或者是天气事件等 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上博说 总统拜登政府将毫不犹豫对中国采取相关针对性的政策 并确保美国以及其盟友的国家安全利益 以及保护人权 上博在国会参议院的外加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 美中两国必须合作以应对全球挑战 强调说在经济方面脱钩 对于美中两国来说都将是灾难性 而且几乎不可能实现 在北京 外加部发言人上个礼拜曾经表示 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曾经将经贸的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 美方有关造化违反了国际的市场经济原则 扰乱全球产工链的稳定 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希望美方将拜登无意对华脱钩 无意阻撓中国经济发现 无意围堵中国的承诺 落到实处 为中美经贸合作 创造良好的环境 在7月27至28日 第二届俄罗斯非洲峰会将在俄罗斯圣比德部召开 将会有49个非洲国家参会 17位国家元首将亲自出席 根据塔斯社的报道 克里姆林宫26号点名美国、 法国等西方国家 说他们施加压力阻拿非洲领导人赴俄参会 说此举令人愤怒 详情是如何? 我们请巴士的报的评论员Anthony 跟我们讲一下 Anthony 你好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萨科夫日前宣布 49个非洲国家 确认将会参加今年的俄罗斯非洲峰会 其中27国代表团将由最高级别的官员率领 包括17位国家元首、5位副总统、4位政府首脑 和1位议会的议长 另外有17国将会派出副总理和政府部长 5个国家将会派出大使 乌萨科夫就说 尽管西方国家提出反对 还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举行第二届俄罗斯非洲峰会 当然非洲国家的参与表明了 他们是有意愿在任何情况之下 加强和俄罗斯的关系 但是和上一届俄罗斯非洲峰会相比 今年决定附俄参会的非洲国家 领导人的数量明显减少了 在2019年10月 当时举行第一届俄罗斯非洲峰会上 非洲54个国家军派出代表团 其中有45位国家元首是参会的 相比之下 今年的峰会是仅有17位国家元首出席 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在26日的记者会上他承认 由于多位非洲领导人 日程安排发生了变化 参加本届峰会的非洲领导人 数量是有所减少 佩斯科夫还直接点名美国法国等西方的国家 指责他们向非洲国家施加压力阻撓 非洲的领导人参会 佩斯科夫强调 西方国家的干预是令人愤怒 但是不会对峰会的成功举办 产生了任何的影响 他表示 俄罗斯是欢迎非洲国家的所有代表 并期待在未来几日举行一次 非常有意义而富有成果的峰会 根据塔斯社的报道 第二届俄罗斯非洲峰会 将会延续和平安全与发展的主题 并同步举行经济和人道主义的会议 俄罗斯生意人报就说 本届峰会将会讨论区域合作重点的议题 包括综合安全和主权发展 科技合作 新世界经济等的话题 7月26日 普京发表讲话 他指出 非洲正作为多极世界一极发挥作用 俄罗斯愿意继续深化与非洲的合作 普京说 现在 非洲越来越自信地宣称 自己是生兴多极世界中的一极 在制造业、农业、交通基础设施、燃料和能源、医疗保健 以及教育等广泛的领域取得了进展 莫斯科支持非洲国家 确保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的愿望 普京强调 俄罗斯和非洲的合作 在最近几年达到新的高度 俄罗斯打算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 促进贸易和投资 深化合作 共同解决消除贫困 培养现代的劳动力 确保粮食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紧逼的问题 不知道在28日峰会之后 有没有联合公布或达成具体的举措 我们当然拭目以待 谢谢Anthony 共同社引述日中关系消息人士说 中国北部进口日本点心及酒类等食品饮料 出现清关延迟问题原因未明 报导引述分析指出 可能是中国海关正在对有关食品饮料进行某种检测 也可能因为全面检测水质 而导致工作量增加 令作业的进度滞后 日本海产出口目的地中 中国大陆及香港分别排为首两位 针对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 排榜经核污水的计划 中国大陆与香港最近加强阻对 日本进口海产的放射性物质检测 在北京 外交部发言人日词重申 中方反对日方的排海计划 以及采取相关措施 有里有据 敦促日方认真倾听国际的社会呼声 停止强推计划 以真诚态度与伦国协商 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置核污水 并且接受严格的国际监督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他和团队来到东盟国家的爱访程行程的最后一站 马来西亚吉隆邦 抵捕之后 他很高兴首次和马来西亚总理安华会面 李家超说 马来西亚政府大力支持贸易、投资和旅游业 以及实现可持续性的增长 两地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有感密和长期的联系 去年双边货物贸易额同比增长7% 达到了281亿美元 令马来西亚成为本港第九大贸易伙伴 在东盟成为国中排名第三 香港作为和中国内地的桥梁 去年帮手处理马来西亚和中国内地之间 约9%的贸易 李家超又说 自力于加强与马来西亚和东盟的关系 并且期待建立更加感敏的联系 未来三日的行程 自己和访问团成员会继续向东盟的好友 说好香港故事 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一名29岁男子 及一名29岁女子 说他们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 串谋勇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以及串谋作出煽动意图的作为 消息说被捕两人分别是 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陈玉轩 以及组织干事黄丽丽 涉嫌资助罗冠聪 根据了解 国安处针对8名在香港 8名在海外被通缉人士进行调查 今天搜查其中一位被通缉人士 罗冠聪在香港相关人士的单位 分别拘捕了陈玉轩以及黄丽丽 消息又说由于陈玉轩以及黄丽丽 都是香港前众志的骨幹成员 警方相信他们可能和协助网购平台有关 并涉嫌资助罗冠聪 警方说两名被捕人同本月5日的被捕者有关系 国安署当日拘捕了10名男子 他们涉嫌运营公司、社交平台以及手机应用程式 从中收取资金支援海外人士 继续从试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今天的每日招片新闻是说到这里